從我董事他就已經在那邊做,那好像是他爸爸那一代 所以他孩子現在已經大概五六十歲了也在做 所以他歷史真的是蠻長的,那應該有五十年左右,差不多有 那黑瓦屋從這邊看過去,因為你太慶貴看不到 那麼黑瓦屋,這一棟黑瓦屋就是給運長的家 因為在日據時代就已經是給運長的家了 所以你看他的高度,等下你們會看到這一排的高度不到一樣,特別的高 高的通風比較好,感覺空間也會比較大 他除了主體建築外,旁邊還有一些小建築 搭配了一些小建築,你們到後面還會看到,是這邊最豪華的一間 那我們再過馬路 等一下 要不要再退一下 再回來一點 好 對 好 那 建議 在我們賞黃燈這邊講 建議 建議長的旁邊,這兩間就是招待所 比如說,日本有在法務的,跟法務有關的官員過來,就讓他們坐在那邊 那愛國東路啊,愛國東路以前到哪裡呢,只到那個賞黃燈而已 那個賞黃燈下面就是一個非常高大的一個鐵門 是兩面開的一個鐵門 那那個鐵門是說,它的高度必須要讓遊覽車進出 我們現在講比較好聽到遊覽車,以前建議車就跟遊覽車差不多大 所以它的門是非常非常高聳的 啊,我有照片啊 改天,改天看網上怎樣,我再PO給你們看好了 那個,那個照片不多,好像總共只有兩個四樣而已 啊,綠燈了嗎?還是會被我講成紅燈 啊,這到那邊,然後就不通了 這是大門,然後那個 遊覽車進出了大門的左邊齁 是一個小門 那個小門就有一個面會的人齁,都走小門 然後有人在那邊登記 然後左邊一棵榕樹,右邊一棵榕樹 這是我小時候的印象 然後,每天早上大概五六點齁 就會聽到咧咧咧咧咧的聲音齁 那是什麼聲音?就是鐵鏈 他們大概有,我的印象中應該五六七個半人齁 就會前面跟後面齁的人,腳上靠著腳鏈 然後就這樣一排,好幾個人在靠一排,幹嘛掃進 找那個榕樹的落葉